圓圈的 它的樹幹有像圓圈這樣子嗎? 可是老長 這是感覺很倉俊的感覺 然後再看一下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在畫國畫 老師要教你 畫棉畫的痴牙怎麼畫 就是怎麼樣 毛皮這樣 點下去就是 咚咚咚咚 然後那痴呢 要往上接門 有沒有看到痴牙是這樣子 轉了好幾折之後 所有的細痴是要往上畫的 是不是跟櫻花的長法 完全不一樣喔 所以你看 就有時候 講之後 老師教國畫是不是有觀察過 就真的要這樣子 因為梅花是長錯 真的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站在梅花 露露 露露你看那個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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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露 好來 接下來我們看到 我們到處都會繞上去 好 我們看到梅花 來告訴我 花是不是單點單果 所以它一個點子長出 一果出來 跟櫻花是不一樣 櫻花是出來會有兩果到三果 好 所以呢 各位 這樣可以分辨囉 對不對 深入兩果是先兩果 花 長在這個葉子 但是從枝蓋的長檔有沒有不一樣了 第二個 尤其是看花 花人單點單獨的是梅花還是櫻花 櫻花 哇 掌聲 好 來 為什麼喜歡這次跟樹下講好 你知道古時候的古人 文人撒梅花是高拐 撒梅有四櫃 是寶貝的櫃 好 來 為什麼叫撒梅有四櫃 好 他的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櫃寒不櫃胎 就是想花的時候要含包帶放 不是那種完全打開的 叫做櫃寒不櫃胎 就是一櫃 而櫃呢 怎麼是呢 櫃瘦不櫃肥 就是呢 他要很瘦瘦自幹的感覺 才會顯出那種梅花的一身傲骨 就是櫃瘦不櫃肥 他長到還有什麼呢 他絕對能夠長得像桃花一樣 一束桃花滿地紅這樣子的情況 他要長得稀稀酥酥 就是櫃書不櫃蜜 就是三櫃啦 第四櫃 更重要啦 第四櫃是 像這樣子就很有價格啦 叫做櫃老不櫃幼 太老長得就是啦 就是太年紀在那邊寫不清那種一身傲骨的感覺 就是賞沒有四櫃 就是古時候當然你說 他說要什麼 要櫃